youtuber小哥哥艾里 近日遭臉書一名 平憂界男子 謊稱是其助理 以拍攝代言影片 唯由要約女子外出 借機已收支侵入 不只代言費沒給 影片至今 更是下落不明 小哥哥艾里 特別陪同受害女子 澄澄出面指控 對方惡劣行徑 大家會用什麼借口 約你出去的 說要幫艾里 宣傳產品 要找美女來代言 馬卡這個東西 約出去之後 他開什麼樣的車來接你 竹竹體 然後中型 休旅車 鐵灰 嗯 對 五門的 你上車之後你沒有看到我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很奇怪啊 我剛剛說艾里雷 他說他現在在忙 那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 因為他說上車之後 不可以使用手機 我只能聽造作 他把你載到哪裡去 大聊的那個水溝旁 在岡山 旁邊有一條水溝 然後旁邊有餘溫 然後旁邊有個草屁 我們就停在那裡 那你拍車是在哪邊 來車子 車子裡面 他說車子裡面有微攝影機 他就只能用X 如果我跟他說停 他不停 哦 你有跟他講不要 所以我跟他說停下來 我說停停停停停 所以他就實意要繼續 當時了大概一個半小時吧 他就載我回捷運站 因為我們還有 我們中組還有下車 所以他還要打電話什麼的 自己自己是有共犯嗎 也覺得是應該有共犯 也有可能他自己在講電話是自言自語 這都很難去分別 他原本說八點會有人匯款給我 後面改八點半 改八點半之後我沒看到錢 他又傳最後一通訊息說 十點半再沒看到的話 再敲他訊息 然後我看到這通訊息的時候 他的臉書已經關辦了 所以你就發現被騙了 然後 對 他那時候非常非常的恐慌 就是有點憂鬱症 跟我講說怎麼辦 他很害怕 我說沒關係 這件事情我一定會幫你好好的處理 你先冷靜下來 對此小哥哥愛里的夥伴 薇婭也出面透露 早在去年就曾發生過類似的事 接二連三的假冒事件 讓他相當氣憤 我是去年的時候 C12月 然後我只能住在南部 那因為我之前我就有跟愛里拍片過 那我朋友他則是有收到一個訊息 他們要就是要找女生然後拍片 他就有直接跟我說 就是說是這件事嗎 我就直接跟我這個女生講說 不可能 愛里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 應該 他應該這樣做 應該有一段時間了 是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站出來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 鬧鬱我的人很多 可是重點是 他是已經被性侵了 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個女生 他勇敢的站出來 跟他跟大家講有這件事情 有這個人 請大家務必要小心 不要受騙 因為現在騙子真的太多了 我基本上都是用我IG的 那個藍勾勾的那個帳號去敲 那我不太可能會用其他假的帳號 比如說平憂界或什麼什麼的名稱 去私訊你說我是公司的人 那如果你們擔心這件事情 你們有疑慮的 你們可以私訊我IG 我會請小編多留意 說不定現在受害者也不只有我而已 嗯 說不定現在也有人正在被受害 也有人現在在被屌 我是擔心他們 所以才站出來 我去找這麼看 我是佩服的 我出發佈了 我今天不用擔心 我來的 我打擾了 我來的